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FS為三次這就要圈起來很重要 好不可以喔 他說貝他除 會與他 再來 貝他除 會與他就FS 那你觀察一下貝他除與他 貝他除與他有什麼感覺 其中這可以因食分解嗎 不行 這可不因食分解 可以 所以可以因食分解嗎 馬上把因食分解A加2 A-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原本背除44起FS 你看喔 因為這邊可以因食分解 分解乘A加2 乘上A-1 如果乘上一個34再加乘於449S加1嘛 所以說可以因食分解有一個好處什麼好處 我馬上令他為0 令他為0 A開始用起代 負二代和幾代 一代 因為除4是0 0乘3一定是幾 0 所以說當我A開始用負二代和一代詞 帶下去這邊都是0 所以說直接帶什麼是 與4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因為這邊可以馬上加 因食分解 對吧 他可以分解成A加2 A-1 所以令除4為0 把x用負二代和x用一代 這時候帶下去除4是0 0乘3一定是幾 0 所以說直接帶什麼是 與4 好用負二代 負18加1是幾 負17 用一代9加1是幾 10馬上把這句話列出來 所以說由這句話當中 好不好 因為他可以因食分解 撐這兩個 所以令他為0 用負二代用一代 會得到這個條件 行不行 好 起到這邊時 你觀察一下 題目重點在哪邊 他說要求fs嘛 因為題目說fs 貝他除於他 來這可以因食分解嗎 不行 所以他比較死板板的 對吧 他不能因食分解 所以說這時候我就去假設 我就直接假設 貝除是自己fs 這樣行不行 OK 我直接貝起除 貝S平方加3 A可以加2除 除下去之後 得到一個30加3 於是自己s加5 所以說我直接寫成 貝除4 等於除4 除下來得到一個30加3 於是 這樣行不行 再觀察一下 題目已經告訴我fs是幾次了 三次了 那這已經是幾次了 兩次了 可見 qs這邊一次是幾次 一定是幾次 一次 所以說老師把這些假設成 as加b 這樣行不行 把它補滿三次嘛 行不行 所以說原本倍數是貝他除 所以得到一個30加上於4 因為fs是三次 未補滿三次 所以說老師把這邊假設成 as加b 這樣行不行 所以寫出來fs怎麼寫 他寫出來是s平方加s加2 乘算as加b之後 再加算s加5行不行 所以麻煩你把ab算出來行不行 怎麼算 首先 首先aks用幾代 負二代和幾代 17代 把aks用負二代和用幾代 1代 用負二代代 貸進去 好不好 4 減2 加2是消掉了 行不行 所以算出來是幾 4 這邊是幾用負二代 負2a加b 所以4乘下來是負8a 加4b 這樣行不行 行後 OK 負二a加b 所以 負8a加4b 負二加5加3 用負二代和等於幾 負17 這樣幾代 1代 1加1加2 4 a加b 所以說 4a加b 4a加4b 1加5是幾 所以用1代和等於幾 10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使用這邊詞 麻煩你把1過來刺起 負20 好吧把它整理一下吧 所以說1過來負20 負8a加4b等於負20 約掉4 所以負2a加b會等於7 負5 不行 這邊1過來是幾 4 4a加4b等於4 所以a加b會等於7 1 所以洗到這邊麻煩你抓起來 零力求做啥 ab 幹什麼不行 所以算算 a4即 2 所以a4 b就是即 負1 幹什麼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a4b自己負1 所以寫出來 fs怎麼寫 所以fs寫出來自己 s平方 加3 加3s加2 s2b是負1 乘3 2s減1 再加3 a可以加5 這樣行不行 所以把它乘開來好不好 OK 乘開來 老師直接加點心算好不好 他要乘他 2a可以三番 負s平方 加3 2s平方 加3s平方 再看一次 負x 加4s 3s 再加x 4x 對吧 再看常數像負2加5 所以加幾 3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乘起來會是幾 2a3番加3 s平方加4s加 3 就出來了 可以喔 麻煩你把這邊把加 看一下 看可不可以 可以喔 OK